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 今天是美东时间4月2号星期天 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4月2号 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的消息 有多架中共军方的卡28反潜直升机 进入台海西南空域 专家认为 中共在利用所谓的常态扰台行为 暗中做反潜练习 也有媒体担忧 北京会借助普京的战争经验 用于发展针对台湾的野心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 目前中共所做的准备 大多是纸上谈兵 实际情况是外强中干 台湾国防部发布消息说 2号 再有10架供机和3艘舰艇 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其中 有卡28反潜直升机 4次进入西南防空识别区 此外 有多家媒体也报道了中共为攻台所做的 所谓备战准备 4月1号 纽约时报报道说 中共军事专家正在把俄乌战争作为实验场 特别用心研究 以便从中获得经验和教训 为攻打台湾制定战术 报道指出 有近百篇中共的学术论文和媒体报道中 都有中共军方和武器专家对俄乌战争的种种评估 例如高超音速导弹的使用 以及如何把它用于摧毁弹药 住存碉堡和油库等目标 此外 中共军方还研究了乌军如何使用星链卫星系统 来协调攻击行动的方式 得出的结论是 北京必须尽快研发出类似的低轨卫星系统 并找出击落国际社会同类卫星的方法 在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 马斯克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星链服务 让乌克兰的网络不中断 军队间得以联系 人民也能和外界保持联络 此外 有媒体消息说 卫星系统被指帮助乌克兰方面 完成了多次斩首以及关键打击 中共的军事专家还研究了普京利用核武恐吓 阻止北约直接介入俄乌战争的作用 报道说 他们研究的结论 可能鼓舞中共扩大自己的核武研发计划 另外 也有些文章对俄军的失利坦言不讳 并说 我军跨海夺岛时 得对俄军暴露出来的后勤补给短板 以及其他问题做好准备 针对中共政府的做法 雅虎新闻引述华府国立国防大学 资深学人伍斯诺的观点说 虽然中共目前正在借鉴俄军的失误教训 进行军事训练 军官培训 并制定战事守则 但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没有能力真的全部落实 真到战场上 其实很快就变得一团乱 评论人士何旭认为 中共政府对台湾骚扰不断 每天都要燃烧大量的经费 而中国的经济实力 难以支撑这样的做法 如果中共政府搞起军事竞赛 搞起军备竞争 那么就会加速自己的灭亡 苏联的教训就摆在眼前 而中共政府是否也要走上苏联的老路 那么就要看现任领导人是否有这样的决心 能够把中共带向全面对抗西方 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将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在加州举行会晤 对于和蔡英文会面的话题 麦卡锡说 这次会面不会打消她前往台湾的未来计划 根据国会山报4月2号的报道 麦卡锡目前仍然高度关注中国问题 在外交政策方面 她的第一个举措 是成立一个中国问题众议院特别委员会 台湾问题是关键的重点 近期 麦卡锡对媒体说 在美国会见蔡英文 和她本人是否访问台湾没有关系 中共政府无法告诉她能去哪里 或者什么时候去哪 如果蔡英文总统碰巧在美国 那么我会去见她 蔡英文在过境纽约期间 会见了民主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而中共警告说 如果蔡英文会见美国官员 尤其是麦卡锡 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台海挑衅冲突 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员帕特里夏金说 如果麦卡锡会见了蔡英文 北京已经表示将以某种方式做出回应 但她的反应会有多极端 还有待观察 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主要产油国4月2号宣布 从今年5月份到年底 产油国集团将每天减产115万桶原油 这个做法可能会显著推高全球油价 美联社认为 这个做法迫使世界多国在全球通胀的情况下 支付更多的费用 到目前为止 俄国的能源已经遭到欧美各国的显著制裁 面对的用户群明显减少 被排除在国际主要市场之外 尽管沙特等国家的减产数额 仅为每天全球原油使用量的1% 但对价格的影响可能会很大 预计这一轮的减产 可能会把美国的汽油价格推高到美加仑26美分 导致夏季全美汽油均降超过美加仑4美元 沙特指出 当局将每天减产50万桶 数额为沙特每天平均产量的不到5% 而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等多国 也出台了同期的减产公告 沙特强调 本次减产和一些欧佩克成员国和非成员国达成共识 此举是一种旨在稳定原油市场的预防措施 近期以来 国际油价一直出现下跌趋势 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上周末的交易价格 约为每桶80美元 低于10月初的约95美元 一些交易时猜测 近期发出的信号显示 国际原油需求可能正在削弱 在早些时候 美国呼吁沙特政府和其他成员国进一步增产 以压低全球的原油价格 而沙特选择反其道而行之 对此 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海湾问题专家说 沙特希望把油价保持在高水平 以资助王储本萨勒曼支持的关键大型项目 2030年国家远景经济改革计划 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让沙特经济摆脱对原油产业的全面依赖 促进更广泛领域的经济发展空间 中国知名视频平台B站近期疑似出现经济问题 导致大量视频制作者停止更新影片 创作者指出 现在他们在网站上发布视频的收益减少 估计收入比去年下降了五成到八成 4月2号 B站停更潮的消息冲上微博热搜 不少制作者集体表示 他们在网站的收支难以平衡 短期内不再上传原创视频 很多用户发现 B站正在走入不景气的萧条 根据南方财经的说法 B站近期发布去年第四季度和全年财报 显示出平台去年第四季度亏损15亿元 去年全年调整后的净亏损达到67亿元 2021年的净亏损达到55亿元 不少视频创作者说 选择停更的主要原因是平台收益减少 收支难以平衡 报道援引一位拥有几万粉丝的up主说 B站的奖励机制今年进行了很大的调整 一条各项数据和去年差别不大的视频内容 创作者的收益可能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媒体调查某位B站百大创作者 拥有311万粉丝的LKS得到的回复是 他认为奖励计划的钱不是一个全职频道的收入大头 如果需要依赖这部分维生 那么就还没达到能做全职的能力 创作者的主要收益包括接商单广告 直播带货或者是知识付费变现等 但是在中国大环境不景气的背景下 整体平台广告、直播带货的收入都在明显下滑 而对于中下游创作者来说 B站的保底收入减少 成为了让他们离开平台的致命打击 B站于2018年1月推出Bilibili创作激励计划 这项计划根据视频的播放量、点赞、投币、收藏等数据 对视频流量进行估值 并按照规则给予up主现金奖励 近年来 随着B站的持续亏损 流量的分红数额也随之减少 中国媒体认为 这样的平台非常仰赖投稿者向粉丝群体发布内容 分红的减少影响内容更新 反过来又动摇了B站的基本盘 导致平台的未来发展陷入两难 近期 中国第三大电商平台拼多多的姐妹程序TIM登陆海外市场 在很多平台进行广告营销公式 4月2号 海外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发布消息指出 拼多多软件有能力监视欧美的海外用户 调查发现 它可以绕过用户的手机安保系统 以监控其他应用程序上的活动 查看通知 阅读私人消息和更改设置 而且用户一旦安装这个软件 就很难移除 根据CNN的报道 安保专家发现 拼多多已经把侵犯隐私和数据安全的行为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近期 来自亚洲、欧洲和美国的六个网络安全团队发布举报 指出拼多多程序存在利用安卓系统漏洞的恶意软件 这些设置被用来监视用户和竞争对手 而企业方表示 这些是为了促进销售进行的手段 研究者警告说 拼多多的恶意软件 针对三星、小米、华为和OPPO手机的使用系统 都有不同的侧重点 芬兰网络安全公司Vissecure的首席研究官海波诺说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其他像这样的主流应用程序 能够如此提升他们的权限 以访问他们不应该访问的东西 这非常不寻常 这意味着拼多多的表现是非常可恶的 这个消息可能会打击拼多多的海外软件分支T姆 这款应用程序在美国的下载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并在其他西方市场迅速扩张 外界目前不能讨论拼多多是否会把数据交给中共政府 但基于中共对企业的巨大监管影响力 美国国会议员担心 任何在中国运营的公司 都有被要求参与网络间谍活动的可能性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风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